- 非常有朝氣啊,非常棒,好 我青年級嘛,所以要熱情一點這樣 今天剛剛聽到導演這樣分享旅行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活潑一點 在一開始我現在要來問大家好 這邊有沒有夢想是環遊世界的 舉個手 好 那恭喜你們今天又來對地方 為什麼 我們來到夢想質疑 所以你在朝我們的夢想的前進 就是其實很多人的夢想就是環遊世界 所以我才開玩笑講說 那你去旅行就對了 因為這是你的夢想質疑 好 那第二個問題 這個是我花了幾年的時間來思考到的 大家覺得如果要解決質疑癌的問題 是不是一定要在質疑裡面來解決 覺得適的舉個手 比如說我想要探索我要做什麼 是不是一定要去職場我才可以找到我要做什麼 覺得適的可以舉個手嗎 那覺得不適的有沒有 好 很棒 不適的都有可能會去旅行喔 你要小心喔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啊 我透過旅行啊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在台灣很不喜歡工作的 然後我離開了 然後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可能我不像導演這樣 可能以前就知道自己喜歡拍片 然後寫劇本 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跟現在的可能七八年生一樣 是很茫然的 很迷惑的 所以我跑去旅行了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了呢 現在跟大家談四個小故事 第一個是困惑 這都是我以前自己遭遇到的 然後第二個是好奇 我覺得旅行需要好奇情的 然後第三個是學識 然後再來一個是改變 這四個東西是我花了一年的時間 才真的找到一些這個 欸這東西是可以用在職場上 然後甚至去探索一些所謂的夢想 然後所謂的職業來的 然後分別是哪幾個故事呢 有沒有知道這是誰的 有點模糊 不是 你們可能有用他的產品喔 三個字 對沒錯賈博斯 沒有他的全名當然不是賈博斯嗎 對好 Steven Jobs 為什麼要提到他呢 這邊最年輕的幾歲 有沒有大一的 有嗎 欸很棒 好對大一現在幾歲啊 18嘛 哇那你可能還比賈博斯 賈博斯大一點 為什麼呢 賈博斯在他16歲的時候 跑進去讀大一 他很開心喔 因為他很喜歡學習 跟大家一樣 剛剛進去大一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興奮 好他很努力也讀了半年 然後遇到一個小小的困惑 來這邊 有在讀書看 可以幫他解決這個困惑 他遇到一個困惑 很有趣 他不知道為什麼大學要上必修課 這邊有沒有大學生來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對你會覺得這根本不是問題嗎 好來有嗎 為什麼要上必修課 基本能力 你覺得應該嘛 框架嘛 可是賈博斯覺得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很喜歡學習的 為什麼他因為必修課 然後限制他他要學什麼 雖然你會覺得很好笑 邏輯上我們本來就考進了 可是大學應該是自由的學習嘛 後來他發生什麼事 他有一天跑去敲校長的門 這邊有沒有敢敲校長的門的 有沒有知道校長門在哪邊的 台灣人都不關心啦 對 美國人是很關心校長的 你知道 以後你要常關心校長給他壓力這樣 然後跟校長 他就問校長這個問題 欸校長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上必修課 你知道 校長傻了你知道 從來沒有學生問過這種問題 然後賈博斯就說 他很困惑他解決不了 他決定要休學了 校長當然就答應他了嘛 反正每天大學都有人在休學這樣 後來他沒有停下來 他就是在拜託校長第二個問題 就說欸校長 那我可不可以繼續在學校學習 然後校長當然也答應他 他拜託校長 先拜託不然拜託這樣 後來有趣的事發生了 他在學校付了半年的學費 後來休學了嘛 然後之後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在學校自由學習 當然是沒有學歷的 然後不用繳學費的 可是他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他就穿著那種嬉皮啊 他會抽大麻的 他會聽搖滾樂的 那時候有一個叫做嬉皮世代 那個就變成是 那時候因為二戰的關係 好他上了兩年課嘛 後來他又遇到一些人生的困惑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一直在學校讀書 有一天你們也可能會遇到 那學校讀完四年 然後研究所 那學校甚至你在學校 可能大一的時候就遇到過 那怎麼辦這樣 賈博士也沒有找到答案 他後來就離開學校了 開啟他人生第二個階段 他去個工作 然後以後大家都一樣 我們以後都會面臨工作 好他找了一個他很喜歡的工作 一個工程師的工作 然後收入還不錯這樣 然後做得還蠻開心的 好做了一年 然後有一天他又去敲主管的門這樣 所以當賈博士的朋友 或者是主管都很慘你知道 常會被他敲門這樣 然後跑進去跟主管聊天 聊什麼呢 然後如果下面你在工作的 他可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問主管說 主管我要怎麼在工作上 獲得心靈上的自由 這邊有沒有在工作 進入職場很久了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主管你嚇一跳 怎麼從來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你知道工作不就是薪水 工時然後多一點價這樣 然後當下主管沒有解決賈博士的問題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解決這樣 然後賈博士也解決不了自己這個 心中很大的問題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然後呢 接著他又跟主管開口說 主管那我要離職我要離開 然後主管當然也答應他 可是後來他又來 賈博士又來 他又追問主管第二個說 那主管你可以幫我付旅費這樣 我要去旅行 對 誰可以這麼大膽 你想去旅行 然後你還跟主管要旅費的 對 台灣我至少 我沒有朋友敢這麼大膽的 然後主管當然就把他打槍了 你知道 他很這麼不要臉的 要把工作遲來 然後來跟我要旅費這樣 賈博士只是講試試看而已 之後他跑去了哪一邊呢 他離開了學校 離開了職場 一直在找尋所謂的自由 所謂的心靈上的平靜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學校不會教的 然後職場也不會沒辦法教你的 之後他跑去哪了 他開始他真的人生的解惑了 他買了一張機票 飛到了印度 去了將近快要半年 首先他先去了橫河邊 去看那個橫河很多生老病死 現在橫河還是有那種 印度的死掉之後火化 就是真的是灑在橫河上面 現在還是有的 因為是很神聖的 好 在那邊上完播之後 他跑到了北印 對 那邊大家知道 北印有個地方叫小西藏 現在那個達爾阿媽住在那邊 然後他就去那邊住 附近住了一個小房間 對靠近喜馬拉山 住了大概 那個房間大概一兩三坪大左右而已 然後每天就這樣 早上起來 然後就跟附近的人聊天 就是聊說他一直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要說什麼人生要怎麼樣解決困惑 人生要怎麼獲得自由 然後花了將近五個多月的時間 然後一直聊一直聊聊 他也一直以為這樣可以得到答案 因為那些人都有智慧嘛 他都跟一些印度教的佛教 然後所謂那些師父聊天 他一直以為可以跟師父聊天 然後獲得答案 後來沒有 有一天他要去敲師父的門 而且很愛敲門 就跟師父聊天 然後跟他講他很困惑 想說師父我來這邊 將近快要半年了 你還是沒有 我還是沒有找到所謂的答案啊 我心裡還是悶悶的 後來他就問師父說 師父你建不建議我去日本 當時的日本的禪秀在美國很有名 然後賈伯斯也是一樣 年輕人嘛 人云亦云嘛 他就問師父說 你建不建議我去日本這樣 師父一聽到就回答這麼一句話 這裡沒有答 你去那邊也找不到 賈伯斯也亦於常人的聰明 我當時看到這句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答案在哪邊這樣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吧 很多話你是需要智慧才可以解讀的 後來賈伯斯做了什麼事 他沒有飛去日本 他又買了一張機票去哪一邊 飛回家了 飛回美國了 他懂了 他做什麼事 他一回家他就穿辦了他的Mac 對 我自己解讀了 他發現人生很多答案是看不到的 過程才是最好的答案 他這麼努力的學習 這麼努力的工作 然後最後跑到了那邊 然後那時候在他19歲的時候 他去了印度 大家知道賈伯斯怎麼去世了嗎 有沒有知道的 疑障癌 疑障癌嘛 對工作壓力太大 然後工作時間太長這樣 好 有一天就有一個記者想說 他快要掛了 採訪一下他好了這樣 然後去採訪他 就問賈伯斯 你這麼一生 這麼傳奇的一生 那時候是他iPhone賣最好的時候 問他說 你人生最有印象的是哪一個階段這樣 然後你哪一個年紀 然後你最有印象 賈伯斯就跟記者講說他那一年19歲 他去了印度那半年 足足讓他這樣 到他快要死掉的時候 他印象這麼深刻 然後為什麼要提這個故事是 有時候我們很努力很努力 像很多人都以為 找到你喜歡的工作 你就會做一輩子 真的沒有 你看賈伯斯他找到他很喜歡的工作 可是他做了一年就走了 所以有一天你們可能在追尋你所會喜歡 然後你在解決你要心中的困惑的時候 很多東西是沒有答案的 因為過程就是最好的答案 所以跟大家分享第一個故事 賈伯斯的故事 他透過旅行 然後透過一直努力 一直學習 離開學校 離開職場 找到自己他所謂的答案 然後第二個是好奇的故事 我們先來看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的 這台車大家知道什麼車嗎 這台車在某一個國家是很重要的一台車 上面有一些暗語 對我給大家很明示 對 好 這是一台計程車 這是英 那台灣是小黃嘛 黃色 他是他們英國的計程車 好 為什麼要跟他談這個呢 來給大家一些關鍵數字 我們來一些互動一下這樣 這台計程車上面有三個英國年輕人 他們個別是26歲 27歲 30歲 好給大家兩個線索了 第三個線索是51 大家猜51跟這三個英國年輕人 跟這台計程車有什麼關係 隨便猜一個數字 或者隨便一個東西 51是什麼東西 隨便猜 車子年齡不是 腦力激盪一下 51 51是什麼 世界年齡也不是 對 262730歲了嗎 51年也不是 51天 好 最後一個 不然再下去就不用演講了 他們跑的公里 快接近 不是 好 他們總共開這台車開了51個國家 好 第二個線索 450就很好拆了 也不是 對 也不是 好 我直接講 我直接講 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所以你知道 興奮是需要誘導的 好 第二個 是他們開了450天 450天 好 直接跟大家講 因為大家你知道 眼睛不太好 一直在算有幾個鈴這樣 400萬 然後 要開始講故事 有一天在英國的村莊 三個英國年輕人是好朋友 他們在英國酒吧喝得醉醺醺醺的 英國人很喜歡喝酒這樣 好 就叫了一台計程車準備要回家了 三個人就醉醺醺醺的 他的這種計程車 黑色計程車回家了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就醒了 也不算醒 就是醉濃濃的 然後就看到計程車 那計程車的司機 然後旁邊有那種跳表的嘛 然後看到他 就一直看 一直跳一跳 他突然就臨近一通 他就想說 他就問隔壁的朋友說 開計程車環遊世界 會跳多少錢啊 然後司機就想說 也沒有理他 覺得喝醉酒了嘛 然後另外兩個朋友也不知道這樣 然後怎麼可能 哪有開計程車環遊世界的瘋了 你知道嗎 後來 好 那個26歲的人 就是看到了 然後就問27歲 也問30歲說 工作怎麼樣快不快樂這樣 然後三個人都搖搖頭這樣 看著彼此搖搖頭 然後既然工作都不快樂 好吧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就說 欸 要不要開計程車環遊世界 當時三個人都醉醺醺醺的 也都點頭了 好 隔天酒醒呢 然後三個人就很認真想說 欸 昨天說的話算數嗎 這樣 醉了講的話都不算數嘛 然後三個人想說 想來試試看 很酷喔 很瘋狂喔 然後接著他們做什麼事 三個人就把工作辭了 首先 要開計程車環遊世界 一定要有一台計程車嘛 他們就上網買了一台計程車 那時候買了台幣6萬塊 將近快要20年 就是這台車 好 缺錢嘛 然後缺很多計畫嘛 他們就開始 拜訪很多人 然後收集很多 那就是跟人家借錢啊 然後甚至募款啊 於是啊 他們就在他們 差不多 那時候想了差不多半年之後 他們就開了一台計程車 就出去環遊世界了 就是這台車 有沒有知道在哪邊的 五個苦馬 對 他們就一直開 一直開一直開 回來開到了俄羅斯 對啊 很瘋狂的一群人啊 來 接下來談這個故事 這個爺爺大家猜他大概幾歲 一百歲 七十幾差不多 好 這位爺爺現年還活著 一百零四歲 他叫趙木賀爺爺 我怎麼提他的故事呢 他很酷喔 他在他很年輕的時候 跑出去旅行喔 在他七十五歲的時候 跑出去旅行 因為他一百零四歲嘛 所以很年輕嘛 所以 人都是要透過適度的比較嘛 好 他七十五歲的時候跑去英國 為什麼要去英國呢 他是一個書法家 他畫一個很特別的題喔 叫書蟲題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的 我當時也不知道 好 當時大英博物館打電話給他說 趙爺爺爺 我要收藏你這個書法題 然後就請爺爺說 那你就把你的那個作品寄來好了 趙爺爺想說 唉 太麻煩了 也不知道會不會損毀 我自己送過去好了這樣 接著他就自己買了一張機票 然後 就飛到英國了 好 飛到英國的時候 他想說都來了歐洲 乾脆去歐洲其他國家好了 為什麼要介紹他的故事呢 他真的是很厲害很厲害 他一句外語都不會講 他就是那種老兵 你知道 講話還有一點那種 台灣國語這樣 他完全都不會講英文喔 然後他有出術 我就看我覺得太不可示意了 你知道 完全可以鼓勵那些 想出國英文不好的人 為什麼 怎麼鼓勵人呢 他真的一句英文都不會講 可是他有一個SOP 你知道 旅行可以有SOP的 出國會先遇到海關嘛 然後海關最怕的 他最怕說 如果英文不好 沒有辦法過境 你知道吧 然後爺爺都不擔心 為什麼 他就排排排 然後快輪到他的時候 然後就先左部右看 看有沒有華人 對 好 接著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用中文講說 有沒有會英文的 有沒有會英文的 你知道吧 通常你回他的話 代表你就會兩種語言嘛 沒錯吧 對 你不回他 對 好 所以他每次屢勢不爽 你知道 這代表什麼 全世界都有華人 你知道 你都不用擔心 好 當有人回他說 我也會 跑過去了 那個人從此就變 當下就變成他的翻譯了 然後就跟他講 比如拉大一個小伙子 小伙子 你幫我翻譯一下 人嗎 你知道嗎 看到年紀這麼大 不好意思拒絕嘛 然後結果他每次都成功 到哪邊都一樣 有一次他在 他去了義大利某個街上 然後忘了店房 他想說 會不會淪落這頭 可是他不擔心 你知道他也是一樣 SOP很冷靜的 然後看所有鄰居 有沒有華人臉孔 然後突然在此時 就遇到了一個 台灣小伙子 跟他台灣人 背著包包 當時他不知道什麼 叫背包客這樣 然後就把他拉過來 就說 小子你要住哪邊這樣 然後小子就說 要住什麼背包客棧 爺爺講說 是什麼東西啊 沒有住過 你知道吧 然後就跟他進去了背包客棧 從此以後那個小子就變他的隨身翻譯了 所以以後記得在街上看到老人 不要亂去打招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他就這樣 很有趣就這樣旅行 這是他75歲的旅行故事 他幾歲當過志工啊 可以問問自己 現在可能高中就當過嘛 然後或者是說 你可能是被強迫 可能要什麼一些分數 這位爺爺在他95歲的時候 跑去當志工 你知道 95歲的人能幹嘛 你知道 他去醫院就被那些 你知道醫生護士 就冷眼講說 95歲 不要我照顧你就好了 你來當當志工 你知道吧 然後這爺爺他就是 很有一個SOP 你知道很有趣 他到醫院幹嘛 因為醫院都是開放式的嘛 他就開始巡返 你知道吧 他就看誰年紀最大 然後誰最虛弱 他就跑進去 然後就跟那個病人講說 欸小子你怎麼了 你知道 他當時95歲 跟一個70歲的人 想說欸小子你怎麼了 這樣 小子就想說 就是跟他聊怎麼樣 你怎麼樣 然後爺爺就給他一些力量 他說 你看你還這麼年輕 你才70歲這樣 我95歲 然後就是這樣 一直灌輸他的力量 你知道 然後他就這樣 他為什麼要當志工 因為他希望透過志工來學習 分享他的快樂跟力量 大家幾歲考 這邊有沒有研究生呢 沒有嗎 好 很多人考研究所 是因為怕找不到工作 這也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很確定 他絕對不是為了工作 因為他在他97歲的時候 跑去讀研究所 我可以保證 他不是為了工作讀研究所的 然後他跑去讀了一個 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你知道 他可能要思考他人生的方向 未來要怎麼走吧 我也不知道這樣 他在他99歲的時候順利畢業了 好 還有更瘋狂的 他在他100歲的時候 學會電腦 四年前 他超開心的 你知道吧 因為他有一個朋友 每天打電腦 不知道在幹嘛 他就想說 學習看電腦好了 好 他學電腦的時候 他就很開心很興奮 跑去跟他朋友講說 欸我學會電腦了 好棒喔 這樣很開心 你知道吧 好 他朋友回他什麼 就說老趙 你可要死了 你還學什麼電腦 所以活到了學到了 是騙人的 你知道吧 好 老趙就回他一句話 他說 可是我還沒有死啊 我還活著 可是我身旁很多是活著的人 就像死的人一樣 對 你要問自己 到底什麼是活著 我在這位爺爺 曾經看到 學習就是活著 為什麼要分享他這些故事是 人生的學習不只有旅行 可以當志工 然後可以 你今天讀研究所 讀書 甚至愛情都是 你知道回歸一個 像爺爺那個人 你知道有一個SOB 回歸一個童心 任何都是學習的